回到節目現場繼續來看 民眾黨現在真的是多勢之秋 茗玉姐這邊我們來補充一下 為什麼捐給民眾黨的 有這麼大量的匿名捐款 這大家都覺得怪怪 怪怪的 當然當然很怪啊 譬如說你會 你覺得這些小草 你會覺得支持民眾黨 你很丟臉嗎 這樣就覺得說我捐給你 我覺得這更小 所以你不要把我的名字拿出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就是說你這個捐款其實是 某方面是可以抵稅的 那你為什麼這個 就說大方的講出來啊 而且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很多小草 覺得以支持柯文哲為榮 怎麼可能捐款更ㄚㄚㄚㄚㄚ 我覺得太變小了 所以你不要等我的名字 這個很多不合理 真的是很不合理 而且它是非常的高的比例 好那我們現在這邊來看 就是說它比例之高 比例之高 它很多的高都是 像我們那個什麼糖尿名的三高 它很多高是不合理的 高到不合理 包括就是說第一個 它個人捐款的部分 而且是現金捐款的部分 像它粉紅色 這是現金捐款的部分 你看它現金捐款部分 已經高達93.7了 6.3%是匯款 它其中6點 它已經這麼低比例的是匯款 其中還有20筆 是匯一塊錢的 20筆是匯一塊的 我再講一次 你會不會覺得太好笑了 它93.7%是現金 6.3%是匯款 它6.3%的匯款當中 還有20筆是匯一塊錢的 一塊一塊匯給阿伯 匯一塊錢 匯一塊錢 它光是手續費要30塊 所以我捐給你 我寧可捐一塊 然後我賠 我賠了29塊的手續費 這樣也沒關係 我這種 對 這實在是太不合乎長情了 對啊 而且你看 譬如說像我們威廉 賴清的賴彤彤彤 它這邊是基本上 你看它完全沒有粉紅色的 它不是沒有現金捐款 它現金捐款只有0.4%不到1% 所以它是比例已經低到 連粉紅色都沒有 這個當然 就是說你說侯友宜的部分 因為有這個外界會觀察說 他可能是有些年長的支持者 年長支持者 他可能就是說 就直接拿現金去捐款 可是你要知道說 他個人捐款的部分 是高達93.78 而且之前還有講過 有310個人 是直接拿的10萬塊現金 或是99999的那個現金 拿去競選總部說 我要捐給你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荒謬 是說我們10萬塊 可能還可以理解 可是我沒有辦法想像 拿了99999塊的人 他是拿了10萬塊去 說不好意思 我只想捐 我只想捐99999 麻煩你找我一塊 是這樣子嗎 還是我說我帶了一大堆的零錢 他找了那一塊又拿來捐 又拿去費款 然後費款我再賠了25塊 是這樣嗎 還是說 還是說我只願意捐 99999 所以我還在那邊算零錢 然後99塊這樣子 我覺得他這個真的很離譜 那包括他匿名的比例 也是也是三組候選人最高的 你看包括就是說 你說這個賴清德這邊 匿名的這個基本上 基本上這個很少 只有他們這個匿名的比例 這個就非常的高 所以我就覺得說 非常非常的奇怪 對你說這樣 其他人匿名比例是99.7% 他這是會款的 可是你說他這個連拿現金的 連拿現金的這個匿名的比例都這麼高 你都已經要拿錢去了 結果你還那個60.8% 是現金還匿名 我覺得這個啦 我是覺得說整個 他當然現在很聰明啦 反正從頭到尾 他已經跟端木正翻臉了嘛 政治現金全部都是端木正 對 端木正怠惰 然後端木正有問題 然後全部都推給端木正 那所以他不可否認 就是說他現在當然最好的方法 就全部推給端木正 是 反正都已經端木正 你把他開始党籍了 也整個翻臉了啊 所以他如果現在要整個 這個避險的 避險的這個看起來說法 就全部推給端木正就好 所以這個政治現金這個風暴 聽起來真的是很神奇 現在亂報虛報 通通都是因為端木正太過懶惰 然後請教到紅綠委員 你有沒有遇到支持者 是拿一塊來給你的 有那個會 有二十筆是會一塊錢的 這個我們確實是比較難去想像 當然一塊也是有生意 但是會這樣嗎 剛才說光手續費 可能就要三十塊錢了 那還有好多人抱著 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到競選總部來關 這個紅綠委員 你覺得剛才過這種 一塊錢的從來沒有遇到過 一塊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遇到過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不可思議 我既然要支持你了 我坐公車去找你 都不只一塊錢 公車票都不只一塊錢 下次我捐一塊給你 你到我下這樣 我坐計程車去 我有事嗎我 我正想說你要坐計程車 我才要三塊 花五百塊多車去刊 對不對 我不管怎麼樣 我去到你可以你的服務處 或你的總部 我都要有成本 怎麼我那個成本我捐你一塊 那一塊是用費的 用費的 用費的 用費的也很奇怪 也很奇怪 你的費款就要三十塊 航天夢華已經笑到停不下來 那我這塊事情 這個是非常的 我認為我到現在還沒有遇到過 很詭異的狀況 但你說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我認為這個是他們後來就是把它拆的 你如果說一筆兩筆 我認為有可能 有人可能會有這個 我比較特殊吉利的數字 我給你 對不對 但不可能那麼多人 都是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我不相信 對不對 那你說匿名捐款 會不會有 我覺得會有 他不想 但比例不可能高成這麼高 委員這邊就狀況是說匿名捐款 會有 這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人家是關 超過一萬塊 你故意去把它拆成一萬塊以下 這就很怪啦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這些都有可能發生 但絕對是特例 絕對不是像他們的比例這麼高 這個絕對比例這麼高 絕對不可能這樣子發生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我必須 如果照我們剛剛這樣講 我跟你講 你民動黨你就是要承認 你申報不實 你完全是把它拆葬的或怎樣 不然什麼叫有血有肉 那表示你知道是誰 你一定有生理 你這有問題 但是是因為會計師很懶惰的關係 我覺得 會計師懶惰或怎麼樣 你申報去給監察院 那你就是申報不實 你覺得監察院或是行政機關會說 我就是有人懶惰 所以我沒有做好 這樣就不罰你嗎 那如果這樣的話 以後要選舉的人 那誰要認真啊 不是啊 我都可以隨便寫啊 也都沒有事啊 反正就是那個承辦人懶惰 我覺得這個是說不過去 我覺得這個是說不過去的 所以整個政治現金來看的話 我跟你講百分之百申報不實 那你為什麼申報不實 其實我認為他們很多是小草 我認為小草捐的給他轉帳 或網路什麼我覺得都很多 這個應該尤其是網路的 這種應該就很清楚 是誰會來的什麼的 講句難聽一點的 你只要把他列出來 你根本連抄連改都不用改 就把他附上去 我跟你講頭痛的是誰 是檢察院的人要一個人給你看啊 對不對 那你就把這個附上去就好了啊 那你為什麼還要自己再去改 然後我覺得這一點 非常讓人家想不通 所以我認為他從一開始 就覺得說我要拆 我要把它做成這樣 一開始就沒老實 一開始就是要這樣 那我最後再說一個 剛剛在講說這個蔡壁如的那個 我認為金融華城這個分兩個 一個392到560 這一段的時候 有多少人去努力 多少人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560又再加20%的 這又是另外一段 其實大家在討論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要把這兩段 給他分開切清楚 下去討論才會清楚 不然你把它混在一起 大家會搞混了 而且這個過程當中 一定有很多組人馬 去跟臺北市政府去遊說 去說這些事情 政治獻金的部分 等一下再來補充 那我這邊先請教一下律師 因為就在剛剛 憲法法庭有這個最新的消息出來 我們來看到的 到底判死刑有沒有違憲 今天憲法法庭 剛才在三點鐘 最新的訊息出爐 這是有條件核限的 我們現在社會上 到底該怎麼樣解讀 這樣的訊息 有條件的核限 代表說死刑在我們目前 大法官的過去 其實有好幾個大法官解釋 都認為死刑沒有違憲 那死刑違憲什麼概念 他就是說不能做死刑 這件事情 大法官 那這一次其實在很大的 憲法法庭因為經過辯論 所以社會有特別關注到說 那這次死刑會不會過去 改大法官改變過去的見解 變成說死刑是違憲的 那今天的結論是說 大法官認為他還是有條件的核限 那些條件是什麼呢 譬如說他要求要程序上面 更加的完整 例如在最高法院 很多人被判死刑 上訴到最高法院 就駁回就變死刑確定 這一個部分 他認為最高法院 至少要開庭去了解 到底這個案子 是不是真的要去執行 這樣的死刑 另外是說他認為 應該要有一致的決議 因為最高法院有五個法官 要有一致的決議 在程序上面 更加完整的去保障人權 但是最後的結論認為說 現階段維持臺灣的死刑 是合乎憲法的規定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論述 因為目前如果比較 其他的民主國家 像美國很多數的州 他還是有維持死刑的 那像日本 他還是有維持死刑 也是民主國家 那我們國家有這個討論 是因為我們2009年 有通過這個 人權兩公約的國內法化 所以很多人在討論說 那人權公約裡面 到底死刑合不合乎公約的要求 但是目前的國際上面在討論 當然歐盟他的見解比較限縮 他認為說那應該要給他宣告 歐盟的國家比較多認為說 死刑是違憲的 那但是在像美國也好 像日本也好 很多的其他的民主國家 認為說 其實人權公約講說 最後手段到極端的時候 還是可以判執刑的 所以在這樣的解釋方式 到今天大法官 其實也是跟國際上面接軌 他認定實行還是屬於核限的 只是他在要件上面 叫做什麼叫有條件 我們叫做限縮他的範圍 讓他更加的人權上面的 程序上面的保障 不會產生冤案 過去曾經有冤案過 就是說那個江國慶案 江國慶案其實就是個典型 是說後來說 這個案子不是他 殺人不是他 可是他已經被執行槍決 是無法回覆的 所以他要求要在程序上面 更加的完整的程序上的保障 是今天大法官解釋 也是向人權上面往前邁進一步 他認為最後結論 死刑雖然沒有違憲 沒有違憲 但是在程序上面 還是要完整的做到人 每個人要不能造成冤案 這樣的一個程序上的保障 所以呢今天憲法法庭 好現在宣判結果出爐 判死刑這是有條件的核限的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討論南約現場 宰國啦 林陶啦 孟華啦 這大家都選記過 看到民眾黨這種爆小的風險 這個真的是看不下去 我們休息之後馬上回來